香港游轮业目前正在处于高速发展期 第一艘全年以香港作为母港的豪华游轮 云顶梦号12日是抵达了启德码头 举办了盛大的起航仪式 并且在13日正式起航 新墨游轮旗下第一艘豪华游轮云顶梦号 12日举行首航典礼 该游轮由德国船厂制造 海水量15万吨 船身18层 可搭载近3400名游客及超过2000名船员 并以香港与广州为联合母港 这也是首次有游轮以香港作为母港 在问及为何选择香港作为母港及主要市场 新墨游轮总裁Hatcher Brown表示 香港拥有旅游配套等方面的独特优势 我感觉香港是非常世界上的 而且是一个美好的 港口叫出发的 在发展和资源 它有的选择航空 所以我们认为 从而看市场 其实跟香港的旅游行博士统 与国际市场与地区 同时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良 在出席典礼中表示 目前香港旅游配套是世界级水平 未来会继续提升交通等各项设施的便利程度 并继续加强与各方的合作 以往我有这些首行的典礼来说 我都跟有关的这些船长 KINGTON 他们的意见都一样的 这一个我们的设施是世界级的设施 最先进 他们觉得完全是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的配套方面 无论是交通或者停泊 或者是在旅游的发展推广方面 我想除了这几年 其实业界和政府方面 在推出一些政策措施的安排 一直一直都完善的 当然我们会继续努力 去探渡有些不同的方案 或者跟其他游轮的港口去合作 那么新梦游轮也是专门为整个亚洲市场而特别设置的 第一艘游轮也就是我所在的云顶梦号 将在本月正式启航 那么它的姊妹号世界梦号 也会在2017年加入船队 希望届时能够带动整个亚太地区的游轮业发展 同时吸引更多的高增值游客 亚太第一卫视 孙雪奇旅人亲 香港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